油漬杯放在激情會關心你的坐骨心鏡頭 坐骨心鏡頭就是 啊 抱歉 抱歉 台詞拿錯 油漬杯放在激情會關心你的慢性油漬杯 慢性油漬杯不是油漬幾種放棄 也不是那個有想法 沒辦法 慢性油漬杯就是那兩個油漬 每天都請出拜託的你 不想上班 這樣事情就大條了 更大條的來了 根據調查 全台灣有200多萬人罹患慢性腎臟病 平均每8個人就有一個 這個盛行率可以說是 全太陽性第一啊 不過你一定會想說 每8個人就一個中獎 那腎臟科門者不就比張學友 唱會門票很難強 怎麼可能啊 這是因為多數人都很了解 例如感冒是怎麼一回事 卻很少人說得出 慢性腎臟病的症狀表現 台灣的慢性腎臟病患 每30個只有一個 知道自己的腎有問題 我檢查過了沒問題 我也檢查過啊 沒事啊 我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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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油慢性油 腎臟的最大功能是 顧慮協議 把多餘的水分 廢物和毒素 摻在一起做成尿液排出 一旦腎臟罷工 不想上班 毒素跟水分就會累積 然後產生 泡泡尿 水腫 高血壓 冰血 疑倦 這些症狀 接下來就隆重介紹 慢性腎臟病 症狀排行榜 TOP5 俗話說得好 天下沒有不散的泡泡 如果小便泡泡不容易散掉 就有可能是蛋白質流失在尿裡 形成的蛋白尿 唷 除非你開天眼 不然只瓶肉眼 很難分辨尿油沒有蛋白啦 即便是專業醫師 也需要靠抽血驗尿 來協助評估腎功能 萬一有泡泡尿 就早早就去檢查啦 當腎功能壞到一個程度 尿量變少水分開始排不出去 每次在體內就形成水腫 體重也可能會慢慢上升 所謂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 所以常見的狀況是雙腳水腫 尤其在九戰之後 小腿腳掌會變成饅頭 壓下去要很久才會回復 這和肥胖是不一樣的喔 溫油這樣的狀況就早早就去檢查啦 再來是壓血膏 沒錯 吃麻辣火鍋配壓血最高 壓血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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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設計師不要亂話啦 是高血壓 笑點餒 如果你的收縮壓超過130 樹山壓超過80 那該多多注意了 在此給你兩大建議 一 早早就去檢查 和二 早早就去檢查 最後一個 恐怖的來囉 來囉 我會恐怖 這麼恐怖 等等 你這下眼睫也太白了吧 這麼白比白雪公主還白 這就叫做貧血 也是慢性腎臟病常見的五大症狀之一 拉開隔壁的眼皮跟自己的比比看 記得先講清楚喔 你只是在測試自己像不像貧血 不然被揍的話我也只能去你 一 早早就去檢查 此外 當慢性腎臟病越來越嚴重 尿不住 累積在體內就會讓人 全身皮症食慾不在 噁心喉吐 全身皮膚癢 等等 這不是跟我連續三天熬夜加噴的感覺 差不多 是的 根本很難區分了 所以啊 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慢性腎臟病的症狀 只好實施貼膏警覺 早早就去檢查啦 哎呦 慢性腎臟病 泡水膏貧困倦 越聽越恐怖 台灣每八個人就有一個慢性腎臟病 到底誰容易中標呢 為您揭曉答案 各位觀眾 吳俊斯 糖老鴨 血糖 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 老年人 血壓 控制不佳的高血壓患者 俗話說得好 話可以亂講 藥不可以亂吃 除了糖 老鴨這三大族群 最最常見的還有 長期使用止痛藥 或是來歷不明的中草藥 減肥藥的人 另外 也有其他的高風險族群 這些朋友們要注意哦 若有泡 水 膏 瓶券 這些情形 請早早就去檢查 讓專業醫師陪你一起找問題 另外 透過定期健康檢查 就算是簡單的抽血驗尿 也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關於腎功能的資訊哦 想要了解更多 就到腎臟病防治基金會的網站看看吧 保證收穫滿滿 還有 快把影片轉發給你的親朋好友 小小分享可以幫助更多人唷 腎臟病防治基金會關心您 愛你哦